登登 今天要來開箱的分享 就是這一台 菲利普RO純淨銀損機 那這個型號呢 這個型號是ADD6901的型號 那之前有另外一台是好像一兩年前先出的 型號跟這台就不一樣 那特別選這台是因為它最近促銷 其實它是新品上市的 2月1號的時候新品上市 那在MOMO買的話是9999吧 那還送一個WMF的小湯鍋 所以就滿划算的 那另外一台型號呢 那另外一台型號是ADD690 然後這兩台的濾芯是不共用的 我看型號是不一樣的 然後但是效果就是它一樣有四段溫水 四段水溫啊 我記得是45度 然後90度 然後有四個啊 反正還有30度還60幾度的 那跟四段水量可以控制是幾毫升 這邊有寫啊 就是有45度 85度 95度跟常溫嘛 然後150ml 200ml 300ml跟500ml 這樣 好 然後它這個 我記得是個磁吸式的 然後另外我要說的是齁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額定功率齁 光網卻是寫2000 還2100 還2100 還2200 我想說有這麼高嗎 就是1600 那它有說一枚濾芯 說明是2000毫 2000公升 好 2000公升 因為我現在在新家 一直沒有用飲水機 那 我也沒有用什麼除下式進水機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那個並不方便 所以後來才選這台飲水機 我覺得這樣子對我來說 還蠻夠用的 OK OK 然後是去年的10月26號的製造 好 好其實 以外型來說啊 這一台的外型 跟6910那個外型 6910外型還是比較好看 然後6910呢 我有去百貨公司問 它其實是有那個什麼 黑色的 那黑色好像貴2000塊 跟我們一模一樣 然後裡面那個說明書 這個待會再看 但是家裡要裝這種飲水機啊 你確定你的插座 最好是裝毀啦 它如果不是裝毀的話 你那個插座 那個回路就盡量不要接起來 電器了 就是確保用電安全 因為它是一個順熱飲水機的 就是那個功率還是蠻高的 然後這個是它那個 那個什麼 濾水盤吧 這個濾水盤蠻小的 然後當初選這台 除了便宜之外呢 也是因為它 它比較小一點點 對 好 這看起來都是相當有質感的 不過我不確定它是不是磁吸式的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然後這邊其實有教學啦 就是手勢使用的時候 你要先裝滿水箱 然後濾水完成後 進行一鍵排空 這個濾水完成 我不知道怎麼意思 應該是指水箱裝進去之後 水會自動流到濾心那邊去吧 OK 也就是說 反正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說 兩天以上沒有使用的話 就要更換水 他應該會提醒你 我記得是會提醒你 然後他說 如果你超過一週不使用機器 你要先排空原水箱中 排空原水箱中和純淨水箱內的水 排空原水箱中和純淨水箱內的水 喔 也就是說它水箱有兩個 兩個 檔位嗎 好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要注意一下 對啊 這邊很明確是寫1600瓦 還是我官網那個標錯了 我記得我炒到是2000 好啦 不重要 反正是1600瓦就好了 好 好 這是水箱的本體 然後線 線其實蠻短的 線其實蠻短的 我猜 應該是100公分左右吧 100公分多一點點 然後水箱本體 那這邊其實有說 要額外清潔水箱 不是額外清潔 是 你要使用你摩手 每個月對原水箱 一次出夠清潔 就是這個吧 所以清潔還是很重要的 還是蠻漂亮的 然後水箱 水箱 在這裡 你說它有兩個是不是 兩個槽位 這裡看起來是有兩個沒錯 影片可能看不太出來 安裝方式 其實就是 我們在這裡 好像轉 卡 應該就可以卡進去了 對 這樣會卡進去了 對就這樣 這樣都卡好了 那水箱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提把 然後的確有兩個籃沒有錯 所以看起來一個是 濾水的一個是進水 欸不是 廢水之類的吧 對 那就兩個槽了 然後就是 要壓一下 然後 這蓋子是前面的 但是要怎麼蓋 OK 好 就是要巧克力的角度 它蓋其實不是非常好蓋 蓋反了 好 那它其實這個塑膠 你說它 有很有質感嗎 其實也沒有 其實也沒有 對 比較有質感的還是 前面這個面板 這個面板最 裡面的塑膠 比較有質感的部分 跟旁邊這裡 這邊 到這裡都算是有質感 上蓋這邊就還好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卡 卡榫就是 從這邊可以掀起來 那我一開始以為它是可以直接這樣子的 不是 它就可以直接拿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有點小麻煩 我以為是可以直接這樣子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拎的 看起來是不行 有點小可惜 因為 要再組裝這個蓋子 我覺得很麻煩 好 再來這個蓋子 是磁吸石的 就一邊有 這邊是沒有的 這邊沒有 但一樣是可以合 像磁吸石的這樣 然後啊 像我這個 保溫瓶啊 這個是750ml 它其實是沒辦法 沒辦法放上去的 你可能要這樣子接 這樣接 如果這麼大的話 然後像我這種比較胖的 保溫杯呢 大概是勉強 勉強可以 塞進去的 然後這個高度呢 從這個 這個 這個底板到這邊呢 大概是 22公分左右 22公分 22公分左右 那其實呢 你這樣很緊嗎 那就把這個拿起來 然後放上去 哎 就很輕鬆的 就很輕鬆的 把底板拿開的話 大概是22公分到23公分左右了 最好是抓到22公分左右 最好 如果你要直接可以卡住的話 不是卡住 就是比較方便裝水的話 不用那邊斜角裝水 不用像這樣 這樣子裝的話 那基本上 就是要注意的保溫杯的高度這樣 那一般的水杯 把那個杯都是很OK的啊 只是因為我的保溫瓶比較多 所以比較注意這些事情 但基本上 我覺得像這種可以放 這種杯子可以放後 基本上我覺得都沒什麼大問題的 然後整個行機大概就是長這樣 OK啦還算漂亮吧 好插上電源了 插上電源之後 應該是在做 濾水的動作 然後因為第一次使用的話 濾水完之後 要按就是一鍵排空 那你要準備容器在這邊去 去接水啦 要倒掉這樣 那一鍵排空的話 好像是 長按這個鍵就可以了 然後它的濾水的聲音 其實聲音算很小聲啦 蠻大運作的聲音 不會到非常吵 那綠多久我不知道 然後我剛才發現一件事 當我把這個蓋子拿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偵測到 哎 你要 就是 可能要換水或倒水 它就會停止了 像這樣 你看它 然後它就停止了 OK 蓋回去它又正常了 再正常運作啦 好我們等它濾水完吧 我現在它 濾水已經濾完了 大概濾了 我才應該有十分鐘左右 沒有仔細看 然後呢 濾完之後呢 你要 它就是讓原原水箱 讓機器開始濾水 那濾水完之後 按 長按三秒 這個85度鍵跟 300末的那個鍵 一鍵排空 然後直到超過這兩個原水箱的水過濾完成 並倒掉這樣 那這個水箱的水有多少呢 大部分 應該是有 我剛裝多少 應該 我不確定 反正這是兩三公升以上 反正我原本的水 水是到 就是超過這個位置 然後現在水直升 直升這樣 對 它可能都跑到機器裡面去了 就是那個濾性那邊去了 好我先用一個小水壺 小水盆 這個跟 這個 哪哩 非常沒有反應 1 2 3 有了 這水 應該是不能喝的 是冰水 應該也不是冰水 應該是常溫水 然後這個 流水量 還蠻快的 而且它不會斷斷續續的 不過因為是排水啦 所以它不會斷斷續續也很正常 欸 是坤買了 我先處理 我先處理 好 我先處理一下 好 肉差不多了 它會告訴我要 怎麼樣嗎 就是把 後面水像剩下的水全部排掉了 不過會看出來就是 其實是蠻混濁的 這種水 應該是不能喝啦 然後我已經濾過兩次的水 就是強制排空的水 那我現在想要 進行就是 沖洗的部分 那沖洗的部分 好像是說 水箱裝上水之後 然後放回去 它就會自動去沖洗 但那個沖洗是沖洗什麼 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也可以強制沖洗的 好像是說 就是 常溫鍵跟這個 Lock鍵 3秒 沒反應 不過它現在是叫我補水的意思吧 我現在沒辦法強制沖洗 我現在只能去換水 對 那我們現在測一下 測一下它的水量 是不是真的 很穩 那我們隨便測一個啦 我們就測200Mbps就好了 對 然後現在我會一直燈跳 我把它移過來一點 那我們 解鎖 按一下 200 常溫水 好 少3克啦 當然因為我 秤重也會有誤差 所以 197算是合理的 我覺得蠻OK的 而且水流速度真的蠻快的 常溫水這樣子 我覺得 不用等太久 OK 好 我們重新再測一下300Mbps的話 300Mbps 疊 假鈴看不清楚 欸我的這個沒有壞哦 只是錄影看起來數字怎麼跳起來 怪怪的 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有了 293 293 還行啦 就算都很接近啦 這個10mall以內我覺得都還不錯 但這是常溫啦 然後剛才裝了200跟300mall 就開始再重新再做濾水的動作了 我們這次來試試 45度 然後200mall 可能要一段時間 不好意思剛才沒按到 基本上是直接出來 有45度嗎 應該是有吧 我發現它那個水有個味道 跟公司喝那個喝重排音水機的味道不太一樣 喝重排就是水就 就 就是水 沒有味道的水 可是這個是有一點點的 味道的 然後這次選85度的那個水 就很明顯變少了 變少很多 所以 但是45度的水 其實 你要喝熱的話 45度的水就已經很夠 就蠻熱的 45度算是快的啦 還可以接受 好了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